簡單備備就好的東西 就是一些常見的元素燃燒的結果 第一個是重要的是鎂帶 因為鎂帶燃燒有一個特別的現象 什麼現象? 它會產生強烈的白光 這我們燒過嘛對不對? 那麼鎂帶燃燒會產生的是氧化鎂 氧化鎂融於水會成氫氧化鎂 你已經學過了酸鹼了 你就知道那個氫氧化叉叉都成什麼性? 成的叫做鹼性 所以鎂加氧會產生氧化鎂 氧化鎂在水中會形成氫氧化鎂 氫氧化鎂呈現的叫做鹼性重點 白色的強光 接下來是鎂 鎂燃燒會有黃色的火焰 這個烤的人不多 然後產生氧化鎂一樣 溶於水是氫氧化鎂 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層 鹼性是氫氧化叉叉 氧化叉叉 所以寫給你看 鎂加氧氧化鎂 氧化莂加血變成氫氧化 很正就是有一股臭臭的味道 如果臭臭的味道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溶水會形成亞硫酸 亞硫酸未來會告訴你 這碗液會跟酸魚有關係 會跟酸有關係 所以就看一下硫加硫 形成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在這裡亞硫酸 看一下亞硫酸的化學是H2SO3 SO3就是亞硫酸 請把硫燃燒的火焰顏色配好 請記住它會產生一個有臭味的東西 叫做二氧化硫 從骨至今 你會燃燒都非常喜歡烤 你也不要問我為什麼 你不是愛烤 我很多遍 我很多遍 最後就是簡單的碳 碳燒完叫做二氧化碳 可是如果氧氣不就變成所謂的一氧化碳 然後就會使你中毒死亡 這個每一年 可以說每一年冬天的時候 就會洗澡洗澡洗澡 都是因為 被二氧化碳 中毒 要他中毒的關係 OK 然後呢二氧化碳 融入水會形成碳酸 就是你們買那個氣質的碳酸飲料 因為你可以融解就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所以方程試看一下 碳加氧變成二氧化碳 然後它水會變成所謂的碳酸 就是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些 常見元素的燃燒結果 硫非常喜歡烤 鎂 有一個特別現象有白色的強光 然後碳溶於水會形成碳酸 請把這些事情都給我背清楚